广东石虎大战东北联队最后一轮的巅峰对决 是由红方象棋大师刘俊达对阵黑方金马车蔡右广 开局红方中炮 黑方跳马 红方强挺三兵 黑方选择平炮量鞠 红方马八进七之后再选择进炮 黑方跳马 红方选择鞠一进一 黑方走巡河 准备要对足 红方赶快把足打掉 这样抢一个先手之后再鞠九平八 黑方出狙 红方就巨八进六 黑方平炮对狙 红方压住 黑方选择高居宝马 以上都是流行的布局选择 下到这里 刘俊达选择居一平四 准备强攻 黑方赶快补一个 红方再兵武进一 来势汹汹 此时蔡右广选择拱鞭足 将来可以利用自己炮九进一 远程威慑红方的九路区 此时刘俊达走了一个进鞠 意思是说如果你黑方进炮 也是正统的走法 那么红方就退一手 这样有四路鞠对你的炮形成一个牵制 以下黑方再选择进鞠 双方互有攻守都可接受 那么这个局势呢 蔡右广主动变招 走了一步足武进一 这步棋呢可以说是一步漏招 表面上看黑方准备要炮九进一打双拘 蔡右广以为这个棋呢可以吃掉红方一个拘 那么俊达呢也没有细看 实际上红方走到这里 可以兵武进一强行吃掉 那么你黑方炮九进一 这是一个假棋 因为红方有平鞠 直接腰队的妙手可以化解 你打我的鞠 我就吃你的鞠 如果你吃我 我就打过来 这样的红方可以白过一个中兵 你如果吃我可以越马打鞠 红方大战优势 所以这个棋走到这儿啊 黑方实际上是卖了一个破绽 那红方没有识破 实战走的是炮三退一 反倒是让黑方过了一个阵 对红方的盘头马形成了牵制 但红方也不是一无所得 实战呢走平鞠 直接压马 黑方保住 红方再摆中炮 黑方退炮准备打鞠 红方先躲开 此时黑方盘头马可能更顽强 实战走的是炮九平七 那么红方有一个拘四禁一的好奇 可以把黑方的拘马给牵制住 形其是此 黑方子力之间不太好动 只有这个鞭炮呢可以退回来 准备要平炮打鞠 红方以言占优 在这个局势下 红方应该冰三禁一为好 如果你不动我将来可以继续冲 或者越马上去也行 那么如果你打掉我的步 我可以马三禁二 将来准备要马二禁一 或马二禁四都很厉害 你又不敢乱吃 否则我杀掉你的马 要底线攻杀 这个棋呢 红方优势明显 可惜的是 在这个局势下 红方走了马三禁四 这步棋呢是一个骗招 想欺骗黑方用足来吃马 那红方呢就占便宜了 因为你一吃呢 我可以杀掉你的中相 连续弃鞠码 很精彩 你只能飞 你不飞我两边杀你 或者杀你中士 你都受不了 那么你飞了之后 我这边打一将 再平局将 你只能吃士 杀士一将 再选择打局 这一连串的火力 红方呢 很明显是大战优势 把这个黑方基本吃的差不多了 那么黑方很明显不能吃马 这个棋呢 就选择了一个平炮打局 这样的话呢 红方的骗招被识破 反而局势不利 红方一躲 黑方上外马 准备要充足 威胁红方的局 所以红方选择禁局 黑方顺势打平过来 暗藏杀鸡 此时红方顽强的走法 是选择回马窝心 可以防住黑方 摆炮打局的手段 因为呢 红方可以送马 这样你打马 我一吃呢 你打不到我的底下 这个很关键 我有个温馨马可以保住 回到实战当中 这个局势呢 红方随手走了一个边向 忽略了黑方 平炮打局的妙手 那这不起走出来之后 红方就很难了 局势非常的恶化 假设选择马斯进三 那人家可以打了 这样一吃呢 人家给打相一将 再选择退炮打马 显然黑方多足多相 明显优势 那么这个局面 如果选择平炮 也不太行 黑方可以打 红方打过去 好像是一个打双局 但是黑方可以抬起 你打为吃 你打为吃 这样呢 形成交换之后 很明显也是黑方大游 那红方的阵型很散 而且黑方还有过河足 所以这个棋呢 走到这儿 红方无论怎么下 形势都不利 实战当中走的是马斯进武 可能情况更为糟糕 因为这个局呢 直接就被对方给吃了 你马进鸡江也没用 人家有个底炮 随便知事 你也没有杀这个底势的棋 所以红方呢 在情急之下 此时呢也是 有些不知所措吧 直接呢 把中相给打了 再气一炮 那么黑方并没有被红方的 气势给吓到 直接呢 选择吃掉 红方采足 虽然把这个黑方的鞠 给吊住了 但是局面上 现在黑方已经是多了 一个鞠一个炮 送你一个鞠呢 他还是要多两个子 所以呢 现在这个黑方 可谓是家大业大 给你个鞠吃 红方一看 吃一个鞠不解渴呀 这个棋呢 还想吃人家炮 但是来不及了 黑方打鞠 这样红方再平鞠 黑方就跳马 准备踩中炮 你现在不打不行了 你不打人家给你踩了 连鞠都打不着 所以呢 这里就挂了一僵 再把鞠打掉 那么黑方一飞 走到这里 经过简化呢 那黑方 净多两个大子 已经是必胜了 实战呢 红方选择回归马 也是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呢 随机的一个走法 那么黑方就落势 红方一看这个棋呀 没有炮了 少两个大子 而且马还被捉 大势已去 就选择了投资胜负 这样的话呢 金马车蔡右广啊 是击败了这个 东北联队的主将刘俊达 最终呢 广东石虎 是以114比86的大比分 击败了东北联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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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